四年级 体育与健康教育 单元7 课本第59页 热身与松弛 热身说它最重要 松弛不服来比较 重要与否谁知道 看看想想见分晓 热身 热身可以让身体进入状态 以便能够更好地适应较剧烈的运动 帮助提高运动表现和效果 热身帮助提升体温 呼吸率和脉率 提升肌肉的弹性 预防运动伤害 如肌肉拉伤和撕裂 松弛 松弛 可以让身体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避免剧烈运动突然停止 而造成的不适感 松弛 松弛帮助归附体温 呼吸率和脉率 放松弛 放松肌肉 松弗帮助归附体温 四年级 体育与健康教育 单元期 科本第六十至六十一页 让运动有时有中 松弛 松弛 松弛的目的是 提高心率的次数 刺激呼吸的频率 增加血流量和帮助运送氧气和营养物质给肌肉 提升肌肉的温度 让肌肉更灵活 松弛 松弛可谓缓和运动 目的是 让身体逐温恢复运动前的状态 例如 静态伸展 能消除肌肉疲劳 深呼吸 可以提高气体交换率 故此 松弛运动对恢复体能有很好的功效 以游戏为主的日身运动 显得有趣又好玩 松弛运动 松弛运动 一般以身体各部位的静态伸展与深呼吸作为结束 强壮的心脏 强壮的心脏 每一次的跳动 能够输送比较多的血液 提供身体更多的氧气 心脏越强壮 心脏或是脉率 很快就能从运动的状态中 恢复到静息的状态 此外 试想想运动时和运动后 是否有必要补充水分 为什么 日身前后 个别记录一分钟的脉率 以观察日身对脉率的影响 松弛运动后 再记录一分钟的脉率 便能判断 松弛运动是否有达到恢复状态的效果